開始喔 好 來 我們從課本八十五頁 八十五頁來看圖四至二十 直線在V面上 來 這個是什麼意思喔 就是那個直線貼在V面上 請你寫一個字貼 現在寫 指這個 貼在V面上 V面就是直律多一面 所以那個直線貼在V面上 貼在V面上 換句話說 AVVV是什麼線 十長 true length 來 上面寫十長 如果貼在垂直投影面上 那麼在水平投影面上 會怎麼樣 直接靠著牆投影下來 所以AHBH會怎麼樣 直接在GL線上 所以現在請你把這個圈起來 另一投影在GL線上 現在寫 把這個圈起來 把AHBH圈起來 另一投影在GL上 ground line 現在寫 這樣可以想像吧 如果一個線貼在牆壁上 投影下來 這個線的投影是不是會在那個牆角啊 這個就像牆角對不對 再來 那你會發現這個側投影會在哪邊 如果有一個線貼在牆壁上 這裡打光過去 是不是也會在側投影面上 來 所以把這個圈起來 另一投影在GPLP上 所以BPAP是不是在GPLP上 GPLP你要會寫咩小朋友 GPLP是G是大G P是小P 大L小P 叫做GPLP 其實什麼 APP的投影會在GPLP上 所以各位同學 如果你看到投影 如果在GPLP上 還有GL線上 那GPLP的線 一定貼在牆上 對不對 這樣OK嗎 我現在先讓你看到這個東西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好 再來 請問這次考你 這是左側式還是右側式 左側式答對 現在寫左側式 常用 常用的左側式 左側式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就是V上面去下 V上面去下 就是你相信的V腳踏 對不對 我把重要的東西寫上去 你們要訓練出有一種能力 今天全國工科技技賽 現在選手早上就出發 坐遊覽車出去了 就是今天 今天做兩個男生 帶著行李箱 好像是出口比賽的感覺 蛤? 兩個 哪裡有兩 去章中 章話 章話 章話比賽 全國的高手 群聚在一起 之後呢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比完就回來 一個禮拜完 今天幾號 比好像趕到禮拜四來禮拜五 這那一天你會看到 校長領隊然後放炮 你們就會在這個欄杆上 看著他們走進來 可怕他們最後一名 哈哈 還是好方便 嘿嘿嘿 校長怎麼樣 你們就會看到 搞不好這禮拜就看到 你們會聽到放炮聲 蹦蹦蹦蹦蹦蹦 然後他們兩個會很搖擺的走進來 就是你們學長 媽叫你 欸 結果沒能力 你們搬也會有人這樣子 你們搬也會有人這樣子 趙偉帥 我沒有辦法 不是我了 重點 你就斷著 拖著學禮箱 很帥的走進來 兩胖 白癌 帥哥美女 帥哥美女 帥哥 神主派 神主派 他哪裡的 他說他要拿 沒有 沒有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就走進來 腰掰 沒有 就這樣 腰掰 腰掰會有背部的啊 這個同學 在那個籃箱上 他這樣聽就有腰掰過來了 不好意思 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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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學禮 你看到這一幕 你會非常感動 對啊很感動 結果他是同氣犯 你就會心裡想 啊 我辛苦了一年了 終於拿到 全國冠軍 金松獎 真的要擺一擺 金松獎 真的 你怕你會有人 好不好 如果你 布袋的是小村莊 楊國倫 那個小村莊不會放泡 還要游接四重 欸真的喔 會放泡 那種風域喔 你們可以想像嗎 整首 這也是 高度不勝 現在要踩上 然後再踩上電腦吧 你也可以 欸女生也是喔 女生也有可能喔 欸我們 電腦科還真的 沒有女生得獎 上界 沒有 有一個女生是選手 後來現在也是在 你說他有拿到語擊哪一個喔 欸那個 叫什麼新的 只有 然後後來現在上大學 跟那個 某某人交往 那個某某人是金手獎 金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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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兩個都是金手獎 那哪一個學校的 男人 是學長 金手獎 女人也是 你是我們學校的喔 對 幹這麼屌 這麼屌 打到雙倍 如果結婚 生出來的 小 金手獎 這是不是安靜一點 奇怪 為什麼金手獎 這樣要這麼爽 金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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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講人字了 不是金手獎 陳正宇 必爬帶喔 一個好愛憲章 OK喔 我跟你講 這樣小孩子喔 優良 鞋 伸出來 就會化肚了 我跟你講 哇哇哇 哇哇 這是你的小孩 小孩子 一手就拿著 滑球 一手就拿著 原威 開始化了 誓戰 你沒有看過 你真的演啊 一個是金手甲的男生 一個是金手甲的女生 結婚生出來的優良血統 出生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能沒有見過 個人看過 來 請演 一手拿著花鼠 一手拿著圓圍 開始 你剛剛要拿著花鼠 你剛才從你演啊 要手臂 要手臂 開始 叫爸爸媽媽 叫爸爸媽媽 郭忠和圓圓 這麼深的小媽媽 凱正妍啊 好高興 好高興 老師沒看到啦 我沒看到啦 走路怎麼一百一百 在這邊 從這邊 老師現在在後面點 在後面點 我在兩邊入境 我創生一個很大 靠 我是你父母親啊 假設我就是那個金手甲 當二零 當二零 好先生 你的寶寶 剛才出生 現在在那個育兒室 我來哭 我來哭 不會彎的 他是你樣的吧 現在已經開放 你可以過去看了 嘩 開始 嘩 嘩 嘩 這是我的小孩 嘩 嘩 嘩 屎 嘩 屎 嘩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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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同學有沒有問題 要不去看圖喔 好 我們現在繼續拆解下一個 這個直線在H面上 H面就是水面投一面 你看他用少寫的字 但是我幫你們一定要符上去 讓A 貼在H面上 A 黏貼在H面上 你有沒有發現他 另外兩個 有沒有看到 另外兩個投一面在GL線上 現在寫 另兩個投影在GL線上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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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一兩個投影在GL線上 表示投影的那個影子喔 居然貼在線上了 這樣表示那個直線一定貼在H面上 什麼叫貼在H面上 就是水平投影面 那個線就在貼在地面 所以投影 對不對 就是牆角 沒錯吧 我不用找人去貼在地上 投影過去吧 不用吧 就貼 所以他的投影是結合線上 合理 對不對 所以 來 這樣看得懂喔 看得懂喔 看得懂喔 再來 直線貼在H面上 現在再寫一下 貼 三貼很貼 你們知道三貼是什麼嗎 三貼 騎機車三個人 騎人在家 等三貼 直線貼在D面下 有四貼喔 四貼沒辦法 一個座差很重 一個座前面的 一個座前面的 三貼 我四貼有沒有三貼 我四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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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裝前面GOGO那邊 然後你改裝的GOGO前面有板子在做 不行 最多五公斤 直接貼在T面上 來 你看 APPT 有沒有 所以 如果貼在T面上 這個會不會是時常啊 喂 現在寫TL 寫在這邊 現在寫小朋友 寫上TL 快點 現在寫 你幹嘛小肉上肩 快點寫 這裡寫TL 這裡寫TL 表示 平行P面 寫上 平行P面 換句話說 就是正垂式圖 現在寫 平行什麼面 平行P面 因為你貼在P面 因為你貼在P面 就是屬於平行P面的一種 所以現在寫喔 這就是TL 第一個要寫 平行P面 正垂式圖 這整個資訊現在寫 這整個資訊現在寫 好不好 當你的直線貼在側頭椅面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 OK 來 來 選起來 另兩個頭椅 會在 GPLP上 再想一遍囉 如果你的直線貼在側頭椅面上 我現在講的你要寫喔 我講的都是重點喔 你要把它 化為你的基因的一部分喔 你如果要拿金手錶 這樣知道嗎 好 繼續往下囉 該講的都講的你要寫喔 然後再來 四肢二十三 這個就是下一個章節 叫做四肢四 兩個直線的側面頭椅 兩個直線的側面頭椅 我們先看這個圖 我們慢慢學習的應用喔 來 第一個 我們邊用這個頭椅圖 來練習各位之前所學的 第一件事情 V上 H下 所以是第幾項線 第幾項線 V上H下 第一項線 答對了 現在寫 V上H下 第一項線 現在寫 欸 我現在在利用後面的東西 在溫護之心喔 你要趕快寫起來喔 所以這裡第一項線 第一項線就是第一腳法 對不對 所以 它的側頭椅 直線的側頭椅 也就是 C T T T A T V V 把它圈起來 把它圈起來 都會在右上 現在寫 因為這兩條線 都在第一項線 所以它們的側頭椅 接在右上 請你現在寫上 這個重要的四個字 喔 我現在講的重點喔 你不寫是你的損失喔 這樣了解喔 所以這裡的觀念 我不寫 我不寫 很多 我都用講的 第一項線 怎麼判斷 V上 H下 它的側頭椅 都會在右上 接在右上 OK 了解 好 接下來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來 一樣喔 我們來練習喔 因為段考就考這個啊 段考你也要畫圖啊 來 請問 H上 V下 是第幾項線 第三項線 答對了 現在寫 H上 V下 第三項線 現在寫 邊寫 邊講 然後邊圈 第三項線圈起來 他說 這是第三項線的側面投影 請問一下 第三項線的側面投影 是右側視圖還是左側視圖啊 右 右 答對了 現在寫 右側視 長 右 第三項線 右側視 長 右 我們都一直在複習喔 你要把它變成你的大腦的基因喔 重點寫上 重點寫上 我就不寫其他重點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你要趕快回去複習 莊 戴科老師教的啊 不是 不是 波 波老師嘛 對不對 波插康老師教的 波子妮 欸 波子妮 對不對 先考驗 來 如果你在第三項線 你兩條線都在第三項線 大家都視H上B下 那你的側面躲影都會在右上還是右下啊 寫上 接在右下 現在寫 所以我們打兩大分類喔 如果你這些線都在第三項線都會在右下 如果你這些線都在第一項線都會在右上 understand OK 多把重點喔 你要學起來喔 小朋友 好 接下來 四肢二十五 我們翻過來囉 4.5的單元 側面投影的應用 應用英文叫什麼 不知道 全方不知道 應用的英文叫APP嘛 對不對 apply application 應用 來 我們先來看這兩個喔 課本上有些重點不用念的 你幫我畫起來 一般物體的空間位置或關係 我們通常只要看B面前面 請你把一般圈起來 一般我們就看B面前面就可以了 就像你們去看醫生 一般的症狀 我們醫生用望文問切看 這些就可以判斷你是感冒還是什麼病 對不對 花柳病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病 像是剛才 莊偉陳說的花柳病 這要做肌部的檢驗 對不對 花柳病嘛 沒 男叫啊 性病 性病嘛 就叫特殊的情況 特殊的情況 特殊的情況 自己發現 特殊的情況 他說特殊的情況 必須看側頭一面 聽念 才可以和知 所以就是 莊偉陳說的花柳病 這家特殊的情況 要做進一步的檢驗 牽遍過來的知 培養 魅力 I don't know 或斷成什麼樣 什麼是這些特殊的情況呢 以下有三個特殊的情況 第一個 如果題目要你求時常 這是第一種 你就要看側頭一面 也就是B面 來請看 這個就是這個例子 來各位同學 你看喔 你看這兩個 CHDH DECD 有沒有 把它圈起來 現在圈 現在圈 寫上兩四個字 看似平行 看起來是平行 對不對 如果這頭一 居然垂直耶 直直的 看起來好像平行 看似平行 看似平行 可是沒想到啊 我去投影 側了投影面的時候 這兩個有沒有平行 沒有 實際負平行 來把這個圈起來 確實際負平行 你們班有沒有 看似男女朋友 但實際上其實不是男女朋友 黃偉辰 黃偉辰 他跟黃偉辰 周冠宇跟黃偉辰 對 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那老師 黃偉辰是他 黃偉辰 黃偉辰跟周冠宇 兩個哥們 什麼 好的 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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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腳要張開,不要張開 張開,張開,張開,張開 你有病啊 要上去 就快要上去 上去 你一定要上 天然走 你如果逆天走 會想起容易得病 逆天走會陪我 你不要這樣走 在 俄羅斯還是有 有一家人 出生的小孩 全部都用四肢腳走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一家人 全部比如說都姓 帳號 全部,青鴻巴有生出來的 全部都是用四肢腳走的人 科學家試著把他們扶正 像人一樣 用兩隻腳走 沒辦法 很奇怪 後來跟學生要去研究 發現你們知道是什麼 近親繁止 亂輪 亂輪 西 莊惠神 所以莊惠神 所以你要小心 不要做不改進 老師亂輪會怎樣 老師亂輪會怎樣 亂輪出來 基因會有缺失 我覺得亂輪看那個妹妹跟哥哥在那邊 所以不喜歡他 你沒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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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做一個實驗 把兩隻小老鼠 一公一母 關在一個房間裡 讓他們自己去繁殖 近親繁殖 然後小老鼠 你怎麼知道他是近親 我還沒講完 後來生出來的小孩 是不是都是他們的兒女 都是小老鼠 那這些小老鼠又 亂輪跟 其他的 結果 你知道這一撥小老鼠發生什麼事情嗎 瘋狂 會 到第幾代就開始 自己咬自己 吃對方 要咬得到啊 瘋掉 啊啊啊啊啊啊 就像那個 最後 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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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一隻也瘋掉 科學家做這個實驗 你都已經等不到 好恐 還有一種是亂的 這個實驗 人會怎樣 0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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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看 你看 看是明顯 不明顯 看是平行 看是平行 經過 P面 投影的檢查 我們有做平行符號 來確定它平行 這樣知道嗎 哦 這樣OK嗎 所以這就是剛才老師講的啊 你有時候不能只看 H面 V面 不可能只看 H面 V面 你還要看側頭裡面 才知道它們是不是真正平行 這樣OK 這是第一種情況 這樣我們了解囉 我順便看一下好了 H上 V下 第幾項線 第一項線 第三 第三 第三還第一啊 第一 第一項線 各位懂 H上 V下 他的側頭裡面 是不是都在右下 對 所以它是第幾項線 第三項線 現在寫 你看你又忘記了 H上 V下 第三項線 又再寫一次 我要訓練到你 反射 你看這個側頭裡面 都在右下 就是第三項線 這樣OK嗎 好 好 再來 看一下這一個 這是什麼 側面投影 還有一個 進階的 檢驗 可以檢驗什麼 兩個直線是否平行 剛才那個就是 是否平行嘛 對不對 再講一下 第一個 你要求時常 要看側頭裡面 第二個 判斷兩直線是否平行 就是剛才的例子 也要看側頭裡面 第三個例子 看兩直線是否相交 也要看第三個頭裡面 側頭裡面 來請看 AVVV CVVV A H V H C H D H 喔來 把他圈起來 現在圈 寫上四個字 看似對齊 打四個圈起來 看似對齊 什麼叫看似對齊 就是他的焦點 看起來對齊 現在寫 看似對齊 有時候喔 在空間上 兩條線 你看起來有焦點 對不對 但是他們有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 大魚小魚 看起來 有關係 實際上兩個根本沒有兄妹關係 對不對 看似對齊 看似有焦點 看似 看似 焦點 對齊 現在寫喔 看似對齊 實際上 來這裡圈起來喔 這藍線這個兩個箭頭 有沒有對得到 把他圈起來 無法對齊 現在寫 這個圈起來 這裡圈起來 無法對齊 當你側頭裡面 看似對齊 結果你到側頭裡面的焦點 跟大家都對不起來 這種就表示這兩條線 三個字 不相焦 現在寫不相焦 哪裡無法對齊 這裡無法對齊 兩個藍色箭頭這邊 把它圈起來 寫無法對齊 再講一次喔 當你的焦點看似對齊 但是你到側面側影的時候 無法對齊 這種就叫做不相焦 寫上去不相焦 這兩條線不用相焦啦 這樣知道嗎 好 他要講完囉 真的耶 最後一個讀囉 好 再來看這個讀 老師 這裡圈起來 這裡圈起來 把這個焦點圈起來 有沒有對齊 有對齊 有對齊啊 對不對 可是這裡的藍線 對到側頭裡面的時候 這個焦點有沒有對到啊 有 這裡圈起來 來 T面焦點 有對齊 現在寫 T面焦點 有對齊 T面焦點 有對齊 這下我才確定 他們這兩條線有相焦 T面焦點 有對齊 你要圈起來 你才知道我在說什麼 T面焦點 有對齊 才確定 才確定 有相焦 T面焦點 有對齊 才確定 有相焦 這是真的有相焦 另外 看似對齊 T面投影 沒有對齊 實際上 不相焦 這叫不相焦 對不對 這個叫啊 T面 T面 焦點 有對齊 這才確定 有相焦 這樣OK嗎 好 哇 其他朋友講 B上H下 B向線B腳法 對不對 常用左側視頻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玩 按停止 謝謝你 這個雙胞胎痛 按停止 按停止